白宫内部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美国纽约时报11月底引述高层消息指出 国务卿提勒森可能光位不报 面对记者询问 川普和白宫方面都不愿意直接否证 18日提勒森在华府接待法国外交部长勒德里安时 又有记者直率问道气质正义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 川普据传打算以卸任中情局局长蓬佩奥取代提勒森 同时任命支持川普的参议员科顿接任蓬佩奥位置 不过提勒森已经通过发言人否认这项谈文 同样都是共和党人 前副总统候选人裴林在诞出政坛后 12月中传出大儿子崔克闯入父母家中 对老爸拳脚相向 佩林立刻报警 崔克随后遭检方指控非法入侵和袭击 目前仍在坐牢当中 欢迎新闻吴红杰众报导